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我是主播大雄 本期内容较多较长 所以大雄分条给大家说都是大消息 重磅消息 1.卡塔尔建议允许哈马斯头目流亡换释放人质 卡塔尔最新的人质提案将包括流放在加沙的哈马斯领导人 据第13频道新闻报道 卡塔尔计划将于今晚由以色列安全内阁讨论 该计划的主要内容是 以色列允许被围困在加沙的哈马斯军事领导人流亡海外 换取释放所有剩余人质 卡塔尔是哈马斯高层领导人的居住地 他们与哈马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其建议实际上代表了哈马斯高层的想法 即哈马斯头目在造成加沙灾难后 为保命享一楼了之 2.以军参谋长 雷巴嫩没有任何地方不能摧毁 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 赫尔齐哈勒维中将 在对加沙前线的部队发表讲话时表示 以军的能力证明 只要需要军队将与黎巴嫩支出党作战 黎巴嫩没有任何地方 我们不能摧毁 3.以军彻底摧毁哈马斯加沙海岸隧道网 以色列军队彻底摧毁哈马斯恐怖组织 在加沙海岸的地下隧道网 这是打击哈马斯恐怖活动基础设施的重要步骤 4.哈马斯头目在天堂 加沙民众在地狱 昨天以色列国防军突袭 并摧毁了哈马斯副军事领导人 马尔万伊萨的度假豪宅 豪宅内设有游泳池非常大的庭院和豪华家具 这进一步证明了哈马斯领导层过着奢侈的生活 并享有巨额财富 与求救的加沙民众之间完全脱节 哈马斯领导人在天堂 加沙居民在地 5.以色列设立10月7日大屠杀 罪行证据网站 以色列国家公共外交局宣布 推出一个新网站 2023年10月7日 哈马斯大屠杀 反人类罪记录 该网站提供了哈马斯对以色列平民 进行残酷屠杀的极其可怕的照片和视频 该局局长默西克·阿维夫表示 我们将继续努力 让世界人民不能对我们所经历的可怕屠杀 无动于衷 网站的主页 写有哈马斯的反人类罪行是事实 他们得到了此处收集和汇编的证据的支持 不要相信哈马斯的虚假信息 和媒体的歪曲 建议观众谨慎行事 儿童和任何没有做好心理准备的人 不应该观看这些视频 六 联合国雇佣的教师欢庆10月7日大屠杀 联合国观察报道 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 一个由3000名教师组成的TJ群里 充斥着庆祝10月7日哈马斯大屠杀的帖子 称赞杀人犯和强奸犯是英雄 赞扬恐怖分子所接受的教育 兴高采烈的分享死者的照片 并敦促哈马斯处决人质 这是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 教师煽动恐怖主义的实例 联合国观察组织执行主任 希勒尔诺伊尔说 联合国观察组织是一个总部位于日内瓦 负责监督联合国的世界组织 TJ聊天组本应是为联合国 近东救济工程处的教师提供教学支持的群组 此外 近东救济工程处教师们 还经常分享煽动圣战恐怖主义 公开庆祝哈马斯 屠杀和强奸平民的视频 照片和信息 7.美英海军挫败胡在武装大规模袭击 1月9日晚上9点15分 伊朗支持的胡在恐怖武装 发动了一次复杂的攻击 使用了伊朗设计的单向攻击无人机 反舰巡航导弹和反舰弹道导弹 导弹从也门胡在恐怖武装控制地区 发射并进入红海 飞向了数十艘商船途经的国际航道 英国皇家海军钻石号 美国海军德怀特D.埃森豪尔号 美国海军格雷夫D.号 美国海军拉伯恩和美国海军 梅森豪采取联合行动 记录了18架无人机 两枚反舰巡航导弹和一枚反舰弹道导弹 德怀特D.埃森豪尔号航空母舰上 搭载的FA-18战斗机提供了空中支援 8.加沙记者的真面目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 情报显示 周日在乙军对加沙南部拉法发动空袭中 死亡的两名半岛电视台记者 是加沙地带恐怖组织的成员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 其情报证实 两名所谓记者 托里亚和达杜赫 都是加沙恐怖组织成员 并且积极参与针对 以色列国防军部队的袭击 报道称 以军在加沙发现的一份恐怖组织文件显示 托里亚是哈马斯加沙城市旅的成员 并担任其中一个营的副班长 达杜赫是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成员 是泽图恩营火箭发射部队的副指挥官 就俄调查网克里姆林宫的十大谎言 俄罗斯媒体内幕发布了年度调查报告 公布了过去一年 克里姆林宫散布的十大谎言 内幕指出 在过去的一年里 俄罗斯官员和宣传媒体并没有背叛自己 他们继续无私的撒谎 报道称 让我们总结一下这一年里 克里姆林宫特别受欢迎的十大谎言 他们分别是 一 编造乌克兰军队在战场上的损失 一月十二 俄罗斯国防部发表了一份令人振奋的报告 宣布俄罗斯军队摧毁了四辆美国波拉德利波莲林战车 事实是 当时美国只决定向乌克兰提供这些战车 但尚未进行实际的转让 二 北约国家将通并乌克兰部分领土 一月份 外交部发言人马利亚 扎哈罗瓦宣称 北约和波兰将通并乌克兰领土 塔斯社则宣布 财神司机已向波兰承诺 作为波兰帮助和支持乌克兰的交换 乌克兰将过林 利沃夫和罗夫诺地区送给波兰 很显然这都是谎言 三 暗示乌克兰摘取士兵器官 二 俄新社散布谣言称 乌克兰医院允许对乌克兰士兵进行器官检查 甚至包括没有受伤迹象的健康士兵 外交部扎哈罗瓦则加码说 本月国家向乌克兰提供用于装人体器官和身体部位的冷藏车 即角膜一些骨头 节地组织心脏和肝脏 四 纳粹主义正在乌克兰复兴 俄罗斯宣传人员 最常见的技巧之一 给敌人打上烙印 称对手为法西斯或纳粹 二月份 克林米宫宣传人员 机械廖富城 乌军雪龙花旅 是纳粹军队的名字 事实上 纳粹军队并没有这样的名字 反倒是俄罗斯军队 直到2016年 都存在一支名为雪龙花的分队 然后 机械廖富又散布说 在纽伦堡审判中 被定罪的希特勒纳粹分子的合作者中有乌克兰人 事实上 在纽伦堡审判和随后的12次审判中 被告中没有一个乌克兰人 五 引证所谓美国专家的谎言 罗欣社最喜欢引述的专家是所谓 美国情报人士斯科特里特 称他为美国军事分析家和前情报官员 二月份 这位美国专家说 一切都结束了 不管西方对俄罗斯的言论如何 每个人都知道 乌克兰已经被击败了 是是是 这位所谓美国专家 因恋童癖等罪行坐牢两年半 被释放后 与俄罗斯RT频道达成合作关系 按照俄罗斯的宣传文稿 发表各种的言论 六 乌克兰的西方武器落入恐怖分子手中 十月份 俄新社报道称 西方援助乌克兰的武器 正在通过暗网出售给恐怖分子 该报的证据是网上发现C4炸药的广告 然而 即使广告存在 也与西方的军事援助没有任何的联系 C4炸药不仅用于军事 更多用于商业目的 例如 用于采矿作业 其 美国炸毁了北溪管道 今年二月 几乎所有的克里姆林工 宣传媒体都声称美国炸毁了北溪管道 依据是美国前记者 赫什所说 赫什早年曾因报道越南战争而获得普利策奖 但在过去的十年里 他主要引用匿名消息 传播各种离奇古怪的阴谋论来哗众取宠 毫无公信力可言 八 美国正在研究生物武器 早在战前 克里姆林工的宣传媒员 就散布美国在乌韩境内的军事实验室发展生物武器 他们的假货曾已被一再驳斥 但关于这个话题的新故事仍在俄罗斯出现 去年三月 俄罗斯武装部队辐射化学和生物防御部队负责人 伊格尔基里洛夫表示 美国自2017年以来一直在开发传播疾病的疫苗 并举例MRNA疫苗 显然这位将军根本不懂什么是MRNA疫苗 九 宣传经济制裁只能伤害西方 克里姆林工宣传者最喜欢的一个主题是 西方对俄罗斯制裁只会伤害自己 不会对俄罗斯经济造成伤害 五月 俄新社报道称 彭博社报道说 由于拒绝俄罗斯天然气 无法找到替代品 欧洲工业正处于严重经济危机的边缘 然而彭博出版物中从没有这样的内容 相反 他报道了一个出乎俄罗斯意料的情况 欧洲的天然气储存设施很快就会被完全填满 甚至可能需要使乌克兰西部的储存设施帮助存储 10 拜登有精神问题 俄罗斯宣传人员特别喜欢强调乔拜登的高龄 称他有精神问题 他们经常将美国总统 从未发表过的极其奇怪的言论归咎于他 今年三月 俄新社引述拜登讲话中的一个错误 称拜登对入主白宫有精神恐惧 事实上 拜登在白宫举行的仪式上 引用了当时在场的诗人 理查德布兰科的一首诗 读错字后纠正了错误 并解释说 他在作者在场的情况下 朗读诗歌会感到紧张 于是俄新社得出结论 拜登对入主白宫有精神恐惧 十 俄军上校指挥官丧生 媒体证实 在月四 乌克兰军队使用风暴影子 打击克里米亚 塞瓦斯托布尔指挥中心 造成的死亡者中 有俄军第85683部队的指挥官 伊斯马吉洛夫 瓦尽姆 耐勒维奇上校 袭击期间 他身处的地下指挥所 遭到两枚乌克兰风暴影子的打击 十一 不好的消息 乙军再次展现珍珠党空军首领 美方长奥斯汀健康堪忧 网络有消息报道 即1月8日 珍珠党军事指挥官 贾瓦德之后 珍珠党空军头领 侯赛因 巴尔吉又被乙军精准的斩首 据以色列国防军社交媒体称 1月9日 乙军动用无人机精准的斩首黎巴嫩南部地区 珍珠党空军头领 侯赛因 巴尔吉 据珍珠党精锐部队首领 贾瓦德备展仅隔一天 据以色列军方媒体发表声明的内容推断 巴尔吉应该早被以色列特工跟踪了 他是在参加贾瓦德葬礼的途中 被以色列空军无人机发射的炸弹精准命中 1月9日下午 黎巴嫩珍珠党发布巴尔吉阵亡的扑告 从而证实巴尔吉当天 被以色列无人机轰炸身亡的消息 乙方媒体还表示 就在斩首巴尔吉之前 乙军还摧毁了 隶属于珍珠党空军部队的一个无人机小组 当时 该小组成员正在向乙军用标 发动无人机袭击 巴尔吉原是贾瓦德的副手 他曾参与组织策划过几十次针对以色列的 和乙军部队的无人机袭击行动 其中包括1月9日当天 对乙军北方指挥部的报复性袭击 这个消息不好 虽然说 黎巴尔弹珍珠党与哈毕武装同流合污 发动恐怖袭击 杀害以色列无辜贫民 在中东干下了不少坏事 确实也该猛揍 但是在葬礼上斩首敌方首领 以色列尚属首次 当然 还以战争期间 以色列的确是被珍珠党气得够呛 但中东的宗教氛围很浓 一般来说 在对方的葬礼上 不开杀戒 因此说 以色列这次在恼怒之下 毫无顾忌的大开杀戒 很大概率会导致 中东局部战争难以避免 哈毕流氓武装 是个毫无合法性可言的非法组织 又是他们制造惨不人道的 10月7日血腥恐怖灾难在先 所以 以色列无论怎么暴揍哈毕流氓 那都是该揍兼白揍 但珍珠党毕竟与黎巴嫩政府难以分割 尽管珍珠党并不能代表黎巴嫩 一旦开战 以色列揍珍珠党 很大可能会发展演化为 以色列与黎巴嫩两国的战争 那么在目前国际经济状况 普遍下滑的大潮里 中东局势有可能迅速恶化 所以说 你自己这次在葬礼上 对珍珠党头目发动精准斩首的消息并不好 很容易挑起10万珍珠党武装成员的情绪 据说 布林肯文讯已经急速到达以色列 可见 白宫也已觉察到中东严重危机来临 美帝近日是忙乱的一塌糊涂 美帝政府休业需要财度的几个大事才有点苗头 而援助乌克兰支持以色列反恐的事情 还没有着落 老拜登很是头疼 国防部长奥斯丁又因为矿工闹出大动静 奥斯丁伪力矿工四天 今天才有了准确的消息说 他已被确诊为前列腺癌 据说 手术后感觉不是很好 健康状况堪忧 而老拜登一直被奥斯丁瞒着 理性的猜测以下 奥斯丁可能是出于好意隐瞒 才没有告诉民主党同僚和老拜登 因为癌症有个复查确诊的程序 这就需要耽误几天 奥斯丁可能是想等确诊结果清楚之后再报告 免得一惊一乍的 结果却是最不好的确诊结果 美帝的国防部长无故矿工 不上报可不是个小事 何况两党大选在即 政府部门又正在休业 东欧和中东还有两个战场 正是危急多事之求 你咋能这样做呢 虽然大家都很同情你的健康状况 据美媒报道 共和党议员已经准备弹劾奥斯丁 无故矿工 这和同情他的健康状况是两码事 美国人做事很有原则 总之 这几个消息都不是太好 但这些不好的消息 或许对莫斯科与大帝有利 能为解决俄乌战争提供新的途径 但愿吧 希望大帝悔悟 尽快的结束自己的契励战争 经过最后 又到了有所期待的时候了 马上春节就要到了 大雄想妻儿过个好年 所以在这里 跟大家讨要一些打赏 当然 如果您的经济情况不好 就别给我赞赏了 帮我转发视频 或是推荐给其他的朋友来观看 也是对我很好的帮助 让我们共同努力 一起为正义发声 一份小小的鼓励 一份暖暖的心意足以 祝所有朋友拼爱喜乐 事事如意 愿所有的幸运伴随着你 愿天下大统再也没有战争